国语有声善书 五庙明正堂善书 天阙封神主注先佛为中坛元帅三太子 哪吒三太子将 第九章 普渡府镇文院 圣话笔随着神咒畅避而出体 劈头便说 恩师您好 今晚打哪去游览呢 吃惊的哪吒说 怎么今晚神采飞扬的急着出游呢 圣话笔接着说 因为家中又增添一元小女娃儿 所以弟子得更勤奋才行 哪吒尼南说 待天宣话也没见过小小子这么兴高采烈 好吧 闲话不多说了 试图相邪网夜空奔驰 不一会儿功夫 天际转而如清晨阳光洒落大地 四处光彩耀眼 哪吒说 今儿各来访普渡府镇文院 圣话笔胸有成竹地说 此处是存放普天下秦善文字的地方 就像图书馆一样 哪吒好奇说 为师道要再仔细推敲小小子 与爱女素是今生的因果了 让为师惊奇怎么变得如此用功了呢 羞愧的圣话笔又是举起 右手习惯性的骚了骚后脑说 没有啦 弟子只是突然兴起翻阅了天界传真 回想起上次游览乱乱雾院的种种 因此可想而知 今天大概是要来南天某单位游览 所以印象深刻啦 二人朝着斗大的牌匾 普渡府镇文院下的大门走去 圣话笔出奇的嚷叫说 这岂是图书馆可以比你 根本是用书本堆砌起整座城楼的吗 师徒一边赞叹一边行走 又过了两镜 方健一味长须窒息 身形消瘦的老者 一身如生打扮静候师徒 老者见二人后 急作一行礼说 老生乃是镇文院之院主 圣话笔作一问讯说 敢问院主您是什么果位呢 哪吒文化后 惊觉失礼而拍了拍圣话笔说 岂可无礼 圣话笔脸上一红说 攀水弟子只是觉得 您老特别眼熟 无碍 是称无乃子路夫子 圣话笔啊了一声后说 失礼 失礼了 原来是夫子掌理镇文院呀 哪吒接着说 多有失礼上其院主见谅 哗然而笑的院主说 无碍 严必则引导师徒参访镇文院 镇文院虽然是集还语中 劝善文字 诗词 歌赋之大成 但亦有新颖的系统 及器械管理书籍 所以只有书籍一类归档 并非现在书籍 想想事下多有 以电脑敲下文字 而抵立人心等文字 图档 影片 均需归纳至本院并择机 择地 互通有无 圣话笔一脸狐疑说 这地方不仅只储存功能 还要怎么互通有无呢 院主清了清喉龙旭说 比如 西时东西方各有各的哲学思想 东方有孔夫子哲理 西方有亚里斯多德 康德等等思想 即借由有志知识应运而 享阅二者思想 即利用该习以为常知语言 翻译而普化 无这小小子将成为国际性的正鸾 弘扬鸾脉远至南洋 圣话笔双肩一尘后说 您老都别调侃弟子了 弟子知道未来使命 必须将鸾脉远传南洋 至于如何规划 当真听天由命了 金儿各受到院主启发 应该先把毕堂的鸾勘用 现代语言及方式 善幼青年涉猎圣门 日后才能翻译成多国语言 普化十方 小小子有此认知甚佳 认重道远 也期待小小子能把所有善书 做一妥善规划 言谈兼手指向一面 以书架构成的墙面 这面墙就等待小小子来填满了 圣话笔寻指望去说 您老开玩笑了 这面空墙看不到头耶 努力以赴 上天必有眷顾 并弃引元人相助 此意乃天运所趋 三人互到别离 师徒转眼间及回至堂中 圣话笔词礼后头体 小编再次强调 入无极正道院修行者 可以永托轮回 所以希望大家替自己生前助级 也抄把祖先与有缘魂 进入无极正道院悠 无极老母垂次般礼天为一 凡间仅有之无极元灵园 与五妙明正堂 并斥准众生执灾元灵术 只派一仙照拂众生 移植之灵术 望大家把握机会种植 种植元灵术 可必一元灵光彩 五神安宁 六脉条和累积六年者 可助级无极正道院 可去净土修行 我们一定要吃素 吃素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助级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 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属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道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把握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 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恒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恒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未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小编词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